耶加达24日综合电印尼一辆巴士周一22日近午夜时分在南苏门达腊省偏远地区, 翻覆150公尺深的河谷,至少27人丧生,12人伤。 警方发言人周二说,这辆巴士先是撞上路旁水泥墩,随后落入谷底河流中,有些人仍困在车上。 他说,并没有其他车辆涉入这场事故,警方已派出搜救小组救援,伤者已送医。 由于事故地点位于巴格阿南镇Pagarallam附近地形陡峭的偏远地区,救援工作相行困难。 这辆区域巴士从班古鲁省班库鲁出发,驶往巴格阿南,当时车上仅有27名乘客。 但多名生还者告诉警方,事故发生时,车上约有50人。 警方发言人说,有些乘客可能沿途上车,因此可能还有些人在河里失踪。 事故发生原因仍在调查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